国民党党主席的补选在即 优异角逐的立法院前副院长洪秀柱 今天到新北市永和参加新春团拜时就表示 目前他的党员联署书已经有16000份 超过了联署门槛 不过由草协联盟等国民党青年军举办的 党主席给问妈候选人辩论 包含了代理党主席洪颖慧 台北市议员李鑫以及立委陈学胜三个人 都已经表态参加 但是洪秀柱却说他不会出席 对此他解释是因为自己在嘉宜 有团拜活动并不是不给文 卸下立法院副院长职务后 洪秀柱专心琢磨国民党党主席 竟选到地方参加妇女会团拜 一现身就受到热烈欢迎 人气依旧相当旺 不顾国民党党魁补选在即 洪秀柱至此时也不忘替自己拉台绅士 但这些话怎么听起来有点酸 从洋年选到红年 选得很辛苦 总投入走一半没有办法走下去 就被人家换换掉了 选主席大家知道 这是中国国民党 大概有史来最难做的一届主席 而且这个任期只有一年半 洪秀柱不改话 风稀利和党内结下的心结似乎还没解 加上国民党主席不选 挺空反洪势力攻防不断 外传就由党内本土派趁春节期间搜集空白党员 联署书要等22号办理登记参选时 在代理党主席黄敏惠和中常委林德荣当中 二选一再度启动防洪 我不知道 我领域这是个传说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意思 也违反了我们党内一个民主的一个机制 而且也党员随便签个名字 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名字签给谁的 我觉得这并不是太好的事情 尽管嘴上说只是谣传但洪秀柱藏不住无奈 而有草鞋联盟等国民党青年世代举办的党主席候选人辩论 包含黄敏惠台北市议员李新立伟陈学胜都已经答应参加 但洪秀柱却确定不出席 不是我没有同意 我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那天是嘉义云林几个地方的春节团拜 同时我们在那边有展开联署 所以我就只好请假抱歉了 强调自己不是不给问是真的分身乏术 洪秀柱表示之后有任何问题公开场合都欢迎发问 只不过从总统到党主席洪秀柱的竞选路和党内 似乎都是各走各的 欢迎新闻张显东黄云廷台北采访报道 比拖 extent 宝纱发 宝纱固